驚嚇海域的翻船事件呢 在經過了快一個月 雙方經過15度的協商 還沒有結果 那昨天呢 國防部長邱國正就表示說 國軍的第一級要件有改變 如果說這個航空或海航的實體 逾越了規矩 國軍就要進行反制 帶您一塊來關心 有時候有了吳恩基嘛 在金門 後來我沒有打嘛 那時候也礙於講 因為他沒有一個依據 但是有規定 有時候吳恩基的話 也要把他擊落 但並沒有很明確 那後來我們就很明確的就講了 這我們國防部的權責 我們就修訂了 所以第一級 以前他開槍開炮 他的第一級 我們才做一個反制 包括了最近驚嚇的事件 在所謂的限制水域 這個也是要把它列進去 好的可以聽到呢 國防部長邱國正是表示說 限制的水域 也要納入反制範圍 藍營立委是有表示說 這個第一級要件的改變 是滿足了台灣人的尊嚴 但是還是強調雙方要繼續的談話 而綠營立委則是表示說 希望中國不要越界 第一級的發聲是雙方都不樂見的